杨雅哲在金马五十四入围系列报道分享入围心情 台视提供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第五十四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即将于11月25日 于台北国附纪念馆隆重登场 入围金马影帝影后及导演的庄凯勋 影星杨雅哲日前受邀参加台视金马五十四入围系列报道 在节目中分享心情与荣耀 影星佐与导演詹精灵又在金马五十四入围系列报道 分享入围心情 台视提供在电影川流指导饰演末带国道收费员的影星 首次挑战担心妈妈就将角色诠释得相当到位 为了使她看起来更贴近角色 让原本女神的亮丽外表下显得朴直 她透露出了素颜上阵外 剧组的造型装法因造上更几近毁灭程度 笑说导演对于角色造型球非常高 什么黑眼圈 雀斑 刮法真的毫不留情 但也更帮助我更进入这角色 当被问到为何在这么多女演员中 坚持找一个外形与收费员差距那么大的演员 来诠释这个角色 入围最佳新导演讲的詹精灵 特别分享她挑演员读书一格的习惯 我的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不挑完全符合剧本角色的演员 我只跟我想合作的演员合作 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距离对我来说也是最有趣的事 影星在金马五十四入围系列报道分享入围心情 台视提供张凯勋魁为五年第二次入围金马奖 事前为了不让自己得失心太重 刻意让自己忘记公布入围这件事 坚持在休息站一次收到两百多封朱贺讯息时 心情有些五味杂陈 他感叹当下这几年辛苦的过程像跑马灯一样闪过 顿时觉得这些年一路走来真的好累 但获得这样的肯定很感动 也很珍惜 庄凯勋在金马五十四入围系列报道分享入围心情 台视提供电影血观音则突破重围一举入围七项大响 也让杨雅哲获得最佳导演奖的提名肯定 他分享这部改编《真人真事》的悬疑惊悚电影 让他酝酿了四年之久 特别感谢监制的独聚会 演造就了这部作品 也透露拍摄过程中曾发生令他无法解释的状况 一连三篇的重点戏档案 竟无故消失 差点做白宫 信号冥冥之中如有神助 否则损失更加惨重 杨雅哲表示 拍摄一直都很顺利 直到我们去到妈祖庙 角色一走过机器就当机 一开始还以为是神明不高兴 后来发现他是要提醒我们之前的档案有问题 其中差点一失的重点戏 就是最后一幕 会英红上特效装躺在医院病床的桥段 杨雅哲还用妖怪来形容他精湛的演技 大呼 他的演技真的很可怕 金马五十四入围系列 报道将于今天下午三点至六点台视频道播出 共播出三集影星在传流指导室 眼墓带国道收费员 金马执委会提供 庄凯勋一目击者首度入围 金马影帝 金马执委会提供